南投縣傳愛學子,求學舞愛助學金 在南投國小學樂團精彩演奏南場之後,率先登場 由許縣長、議員林如陽以及教育處長黃淑林頒證助學金 許縣長表示,許多學生因為家庭遭受疾難或是困境無法安心學習 尤其近幾年受到疫情衝擊,有些家庭原本經濟來源就不穩定 遇到大環境蕭條,更面臨事業,收入瑞減等問題 為此指示教育處協助調查發放,讓上款發揮到最大效果 在南投縣我們有一位非常接觸的女性叫做劉秀仁 她常年來有一個基金會都放置在我們縣政府這邊 如果有一些社會資源,如果我們可以來協助的 就是來補充在政府部分可能照顧不及的 那不管是我們的擠難救助或者是助學金 他們都發揮了一個功效來幫助我們南投縣的各種不同的一個境遇的狀況 那因為這兩年疫情的關係,有很多的家庭可能原本的收入就不是太過穩定 那有很多的這個家長呢,也因為這樣在很多的這個學費的部分 也比較這個可能比較拮据 那所以呢,我們透過學校也發現了這個問題 那也像留學委員基金會來這邊做一個討論 那從這個前年開始,我就有兩百萬的助學金來幫助我們的孩子 那去年呢,有六百多萬,希望透過這些的一個助學金 讓我們的孩子呢,可以更加無憂無慮的在學校裡面做更好的學習 那今年呢,我們總共照顧了五百一十五位的小朋友 那每一個人是頒發一萬塊的助學金 那這些的條件狀況,其實都是由我們學校跟老師來發掘的 有的是因為家庭可能有碰到一些特殊的重大的事故 那有些是醫藥費可能付不出來 那有一些是可能父母親短暫的失業 那有一些是孩子呢,家庭可能是比較這個一般家庭 但是孩子的求學狀況是非常好的 那學校會在評估之後呢,總共把它報出來 今年五百一十五位 所以我相信呢,這些的一個助學金 能夠協助我們的家庭在這個繳納學費的時候呢 不用太過擔心,我們再次的感謝劉秀仁基金會 對我們南投縣的幫助 也謝謝我們的老師跟這個學校在第一線的教育現場呢 也發現了很多孩子的家庭的狀況 及時的回報給縣政府 議員林如陽表示,劉秀仁基金會常年在南投 不管是傷葬、急難作助或是醫療協助等等 都一直以足經費給需要幫助的家庭或是學生 希望未來,學校老師可以及時通報 讓縣府以及議會可以及時伸出援手 很感謝劉秀仁基金會 過去幾十年來一直在南投默默地付出 那劉秀仁基金會是一個非常低調的基金會 但是常年在南投,不管是我們的傷葬部分 或者是說一些急難以及醫療的部分 還有像我們今天的獎助學金 其實劉秀仁基金會都一直益助經費到我們的南投 讓我們有需要幫助的家庭 有需要幫助的孩子都能得到這個比較安心的一個成長 那我也希望說未來我們的老師和我們的學校在第一線 那可以即時的通報 如果有任何需要議會或是需要縣政府協助的地方 我們都一起來努力 那也很感謝劉秀仁基金會 以及學校第一線的老師們 還有校長一直在第一線守護我們的孩子 那我們未來也會繼續提倡我們的教育 來補助更多的經費到我們的學校的系統 許縣長也鼓勵受幫助的學童能夠樂觀面對未來人生 安心努力念書取得好成就 以及孝順父母回饋社會 為了幫助學習優異或是清凡學子 縣府目前是有各項經常性掌握心 學校校長以及老師 如果有發現家庭塗造困難 繼續幫助的學生可以立即反映給教育處 縣府會針對特殊個案給予商量性協助 記者成員至蘭州市採訪報導 我們永遠不知道這一點小小的誠心 謝謝 謝謝